人生的道路并不总是一帆风顺的 我们经常会遇到困难、挫折和失败 但是成功的人生并不仅仅是 取决于我们遭遇困难的多寡 更取决于我们如何应对和面对它们 下面我们想分享一些心灵鸡汤 以帮助你在人生旅途中获得勇气和力量 首先要相信自己 相信自己具备克服任何困难的能力 克服困难的能力它是成功的第一步 无论外界对你有何评价或期望 你都应该保持对自己的信心 记住你拥有独特的才能和优势 只要你相信自己 你就能克服任何困难 其次要保持积极的心态 在遭遇挫折和失败时 我们往往会感到失望和沮丧 但是将时间花在沮丧中 只会让困境变得更加严峻 相反我们应该保持积极的心态 努力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 每一次挫折都是一次宝贵的经验 只要我们学会从中吸取教训 我们就能更好的成长和进步 第三要学会放下过去 过去的错误和失败 不应该成为我们前进的累赘 回忆过去可能会让我们感到痛苦和后悔 但是我们必须学会接受并释放它们 过去已经过去 我们无法改变它 但是我们可以改变我们未来的方向 学会放下过去的错误 向前看 抓住现在和未来的机会 最后要记住人生的意义 我们每个人来到这个世界 都是来寻找自己的目标和意义的 无论是为了追求个人成就 改善社会或为他人带来帮助和快乐 我们都有责任找到属于自己的意义 不要因为追求成功而迷失自己 而要时刻记住我们内心最真实的声音和渴望 人生的旅程中注定会有困难和挫折 但是正是这些精力塑造了 我们成为更好的人的机会 相信自己保持积极的心态 学会放下过去追寻人生的意义 这些都是我们在面对困难时需要的心灵鸡汤 相信自己的力量勇敢地面对挑战 你将会在人生的旅程中 收获更多成功和快乐